哈囉,大家好,我們是與你分享的SNSFamily 我們現在在台南的安平老街 這裡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喔 跟我們一起來吃一遍吧 來,謝謝 你們是哪一家的,給我們看一下 熱富的 熱富安平蝦餅達人 還熱的喔,來試吃一下 好像等一下給你買喔 好好吃啊 棒棒 糖也是滿適合它的口味 好噗好噗 新鮮熱熱的最好吃 對,來燙燙 唉唷,要不要夾走啊 點好了,這就是我們的餐點 我們點了一個牛肉湯 牛炸飯 肉燥飯 切盤牛筋,還有牛肉炒麵 你看到一隻熟 餐點上桌囉 我首先要來吃最有名的招牌 牛肉湯 它這個是採用清晨的溫體牛肉喔 而且它燙一下就能吃了 噢,好嫩喔,你看它顏色 它顏色也這樣粉粉的 真的很新鮮喔 噢,我超愛的味道 點一碗湯呢 就可以免費附贈一碗飯 你可以選擇肉燥飯 或者是白飯 哇,你看它 它其實呢,油花分布的話 是肥肉稍微多一點 它很有膠質耶 吃起來黏黏的 而且好香 這碗是牛肉炒麵 它的麵體有點酥酥的 湯度大概跟烏龍麵差不多 這個非常夠味 味道很香 而且它牛肉也這片那種 而且它牛肉也這片那種 煮一下燙一下就好的小菜呢 是一盤牛筋 哇,兩拌的喔 天啊 每一道都是我愛的 我要來開始吃飯囉 牛雜湯 它料好多喔 然後有牛肚啊 然後牛肉牛肝之類的 我先吃一口 這個牛肝吧 吃一看 它這個那種很 很新鮮的那種味道 加起來脆脆的 蠻好吃的啊 這湯頭真的 它不知道怎麼調的 很鮮甜 然後牛肉的味道很夠 這個乳肉飯 我就喜歡吃這種 這種綿綿的那樣 就是這個味道啊 我們都吃光光了 我們要去下一個 找好吃的地方囉 吃完飯了 來給你飲料吧 我們要喝的就是這個 美麗風冬花茶 過馬路囉 哇,這家店它創意於 韓國有便利 所以是個百年老片囉 然後它的那個 招牌也很有 毒藻味的感覺 花茶的是不能調糖度的 直接調整冰塊 它們真的是用整塊 冬花磚下去煮的 所以喝起來 真的就是還有那種 快樂的毒藻味 好喝喔 好喝嗎 喝的停不下來的耶 無動如山 來點甜點吧 安平周式豆花 GO 好喝喔 其實要賣的品項非常的多耶 有豆花 而且它的黑豆花也很有名喔 等一下我要點一份來吃吃看 然後還有黑糖 化冰 雪花冰 在台南這麼熱 其實什麼都想吃 選一個私意喜歡的吧 豆花來了 哈囉 這個呢 是我們一般常見的白色的豆花 然後我們今天選的餡料是綠豆 它這個豆花呢偏軟 就是 入口即化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黑豆花呢 它說是使用黑豆親人 就是外面房間做黑豆漿的這個豆子去弄出來的 所以它有一點灰灰的 然後呢 我選的這個東西啊 它叫做粉餃 其實它就是我們認識的 很多顏色的QQ圓啦 我兩隻湯匙一起吃 左右開工 很有嚼勁 這好好吃喔 黑豆花呢 黑豆花呢更軟 它有一點軟軟黏黏的感覺 更綿密 真的是感覺比較軟爛 所以如果用口感想要扎實一點的話 白豆花比較好吃 但如果小朋友吃 長輩吃 想要吃這種軟軟的口感的話 你可以點黑豆花喔 這就是安平老街啦 之前來的時候可能是假日喔 擠爆了擠滿的人 一間平日人 其實蠻少的 然後棒棒棒 這裡排好多人喔 這家蜜餞也很有名喔 我之前有買過人超多 應該是在排隊 全部人都在這裡了 因為真的好吃吧 它裡面種類很多 確實蠻好吃的 他們都可以拿 小朋友被玩具吸引走了 小朋友被玩具吸引走了 媽媽看到一百又不行了 一百一百 通通一百 一百一百 這裡也有小孩的喔 也超可愛的 也是通通一百一百喔 欸你決定了喔 對兩百塊兩百塊那個小小草帽 做養一下 草帽洗啦 我買了一頂草帽 吃飽的是 冰雪奇緣的 冰雪奇緣 唉唷 但他把兩個Juju今天帶不上去 那浩浩的勒 他最後願意戴帽子勒 他長到三歲多第一次願意戴帽子 他最喜歡的玻璃喔 對 來這邊我們就是要吃 陳家柯卷阿對不對 來吧 這一份看到沒有 他的柯卷還幫你切半喔 沾醬 來吃一口看看喔 他外皮酥脆 然後裡面的內餡很軟嫩 欸有沒有看到 要被我吃下去囉 我們又看到這個聚雞了 哇 他這個阿遊戲阿 他管怎麼玩都會有給禮物的喔 可以兌換後面的禮物 可以兌換後面的禮物 欸知寶你手上拿的是什麼 哇 這是他剛剛玩那個 遊戲機的那個玩具耶 對 好吧 哇 今後拿的是一個寶劍耶 這什麼阿 哇 戰鬥陀螺的那種感覺的玩具 哇 好吧 好好的 我們在安平老街逛得好開心喔 可以出門散步 真的超棒的唷 有後來台南的人 別忘了來這裡吃 想吃買點小東西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是與你分享 SFamily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們按個讚 謝謝喔 掰掰 掰掰